色嫌纵火烧死女友的黄信嫌犯 是被警方给带了出来要移送地检树 就怕这个情绪激动的家属会忍不住 所以警方就派了20多名援警来维护 但是这个家属早就已经气坏了 所以直接冲上前要追打这名黄信嫌犯 原来他们都是昨天晚间 这个屏东纵火案件中马姓死者的亲友 公马这个黄信的前男友色嫌重大 但是从昨天晚上到今天的始终否认犯刑 看一下这个现场画面是一度是发生拉扯 因为亲友真的是气坏了 黄信男子是涉嫌重大 而且这个画面会说话 他从昨天下午的一点半左右 就已经到加油站是买汽油 当时可以看到他不但是帮自己的车子加油 还买了这个100块钱的汽油装进自己的后车厢 所以可以看得到这个家属真的是非常的气愤 因为这个画面都已经显示 这个黄信男子涉嫌重大 但是他从昨天晚间被带回派入所之后 一直到现在却矢口否认犯刑 对于前女友的死却好像不在意 因此家属真的是气急败坏 才会直接能是冲上前来追打 警方呢就连已经派出了20多名援警来维护 还是没有办法这个阻止这个家属的情绪 但是幸好呢是这个嫌犯是没有被这个家属给追打到的 但是呢家属只希望 警方能够赶紧的找出这个关键的证据 让这名黄信嫌犯能够松口来认罪 以上呢是我们讲到最新情形